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设备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它们的出现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而且在工作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帮助。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设备,热成像仪,并且看看它的价格和哪些因素有关系。 那什么是热成像仪?从定义的角度来看,利用红外探测器和光学成像物镜接受被测目标的红外辐射能量分布图形反映到红外探测器的光敏元件上,从而获得红外热像图。 这种热像图与物体表面的热分布场相对应,偷俗地讲热像仪就是将物体发出的不可见红外能量转变为可见的热图像。 热图像的上面的不同颜色代表被测物体的不同温度,听起来很神奇,但是这种设备的价格也不便宜,很多行业购买一个这样的设备也是需要花费很大的资金,那么它的价格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首先热成像仪的价格和型号有关系,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现在有很多型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的型号,这样一栏就可以方便用户更好的应用了。 但是也要提醒用户,选择型号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质量怎么样,当场测试,有问题要及时和厂家说明。 其次,价格和品牌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热成像仪竞争非常的激烈,任何一个品牌都存在一定的压力,但是一般的大品牌的设备价格就会相对的就贵一些。 但是质量放心可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让商家帮助解决。 售后服务也很好,遇到问题找售后服务还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一般大品牌的设备都会有优质的售后服务。 另外,热成像仪的价格和自身功能也有关系,每个型号的设备都有自身的特点,性能和功能方面都有所不同。 高性能和多功能的设备,价格自然要高一点,但是大家选择的时候其实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就好了,不一定非得选择功能齐全的。 其实影响热成像仪价格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很多用户既然已经选择了购买,就不会担心价格问题,只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好。 今天装备军给大家推荐的品牌是白俄罗斯卖充新铺索原装进口的热成像仪等产品,品牌有重量,售后也有保证,大家买得放心。 设成像仪热苗数码瞄准数码业是一侧巨远性装备咨询深圳市朗高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是在原有13年经营历史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基础上,为更长远的发展而在深圳丰盛的一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在哈尔滨、大连、衣乌、黑河设有分公司及销售旗舰店。 目前朗高特已有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业务,涉及光学仪器、工程机械、汽车配件等,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乌克兰、日本、立陶宛等国家建立了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客户遍及国内、港澳台、东南亚、欧洲、北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朗高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目前主要代理及销售世界级品牌UKONUKON和PUSA水星、BIDRFHB科士和NICON尼康的各类中高端望远镜、夜市仪等产品,同时研发、生产、销售自由品牌的各类望远镜、夜市仪并承接OEM产品。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